在攻下中山之后 下一步 魏文侯他把他的目光投向了叶城 叶城这个地方 在现在的河北省临障县 它位于当时魏国 韩国和赵国 三国交界的地方 在魏国的北面 赵国的南面 它是属于魏国治理的 他说叶城缺一个手 到底是谁到那里去治理比较合适呢 他又问翟皇 就是翟皇推荐的岳阳 他又问翟皇 翟皇说 我觉得西门豹这个人比较合适 于是魏文侯就把西门豹派到了叶城 西门豹一到叶城之后 发现这个地方非常的萧条 非常的荒凉 人口非常的少 他就把底下的这些老百姓叫过来 他说为什么这个地方如此荒凉呢 老百姓就说 他说我们这个地方 老百姓最苦的一件事 就是为和神娶老婆 叫和伯娶妇 西门豹说和伯娶老婆 这个事情没有听过 怎么回事呢 那些老百姓就讲 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啊 旁边有一条水叫漳水 这条水的话呢 是用来灌溉我们这个地区的 我们这个地区的农业的话 靠这条河 我们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乌席 乌席的话实际上就是按我们现在的说法 就是叫乌婆 这个乌婆呢 讲说和伯呢 非常喜欢长得漂亮的姑娘 每年的话呢 要娶一个老婆 如果不给和伯送这样一个老婆的话呢 和伯就要发洪水 把你们淹掉 他说所以我们地方上的人的话呢 那每年就要花很多的钱 为和伯娶老婆 那么西门豹呢 就问这些老百姓 一年为和伯娶妇要花费多少 老百姓呢 说大概要二三十万 他说不过这个钱呢 我们是可以凑得出来的 最苦的就是 每年的这个乌婆要到美家去看 谁家有漂亮的姑娘 他就要说 这个人可以做和伯的老婆 和伯娶妇呢 当时实际上仪式就是 搭一个很漂亮的棚子 然后呢 扎一个船 把这个女孩呢 放到船里边 这个船故意坐得很不牢固 随水漂流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船就会散掉 这个女孩就会掉到水里面去 那当然就淹死了 所以呢 一般的人家都舍不得 自己的女儿被淹死 所以他们就会拿一大笔钱 给这个乌婆 说不要选他们家的女儿 这样乌婆他就已经挣了很多钱了 然后的话呢 贫穷的人家没有办法 那么只好把女儿献出来 而且呢 不光是乌婆一个人在拿钱 当时的三老 庭院 三老的话 就是当时一些 这个乡里边负责教化的老年人 还有一些呢 叫庭院 就相当于 这个地方的秘书长 这些人的话 他们都是要从中 拿到很多很多钱的 就是能从这个 和伯曲妇里边 能够连很多的财 包括里长等等 就是当时负责地方治安的人等等 他们一块来分这笔钱 西门豹说 他说那这样吧 今年何博取富的时候 我也要去看一看 那么当时呢 这个 到了这个何博取富的时候啊 西门豹亲自到河边 这个时候那乌婆就来了 那乌婆当时还 很瞧不起西门豹的样子 她地头蛇嘛 她就很傲慢 带着一些她的女弟子 然后呢 还有当地的一些 我说的这个三老啊 就是地方管教化的 管治安的 还有当地一些管 文术工作的 就都来了 打开 大家 有手 不有 手 是 都有